星辰经验第三季,身体如何神速恢复?如何行善? 在借色类网站呆了几年发现了一个秘密,正常人借色成功三年内身体必然恢复, 全力行善的人身体恢复速度是正常人的几倍。 我们借色失败,从不凡想自己为什么失败,遇到困难怪社会不好,怪父母不好, 怪父母没本事,怪一切,从不怪自己未给自己行善积德。 甚至根本不相信行善修德可以改命。 每天反省自己一天的过失,记在本子上,经常拿出来看。 我们要改过,要反省,反省自己身上还有那些不足, 然后逐一去改,一点一滴地去改变,日积月累就会真正地改变。 很多人看过了凡思讯,辽凡先生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后,很坦然地向自己求福,最终得到了很好的福报。 大力行善命都可以改,借色。 神速恢复身体自然不在话下。 如何行善? 一、孝敬父母,摆善孝为先,身体生命是父母给的,只有他们好了,我们自己的身体才会好。 邪不胜正,万恶的对立是摆善。 所以,借除邪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孝心来对质。 邪不胜正一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二、QQ空间正能量风暴,我QQ空间的日志说说分三类,孝敬父母。 修心养性。 养生,不用顾忌什么。 只有这三类,不会暴露你们傻爱的,可放心转发。 大家加我QQ4178273204把我空间的日志转发到你们的空间,你们的家人朋友看到了也许也会转,加上我长期贴吧置顶贴宣传,不断滚雪球引发正能量风暴,帮助全中国人。 全球人。 全把人一起人杀一个人,每个人都是杀一个人的罪,全把人一起转发正能量日志救人,每个人都得到的是所有人的功德,所以正能量风暴。 希望大家积极参加。 三、宣传危害,找一些危害贴转发到各个吧,尤其是色情吧比如礼仪吧,魔兽世界吧等等,或者是转发孝敬父母。 这类贴子不管在什么贴吧都会得到支持,然后把所有贴子链接整理好发到我们吧,让把友们一起顶贴。 这样必然能够帮助很多人的功德无良。 孝敬父母的贴子最好能联系他们把主申请家经。 危害贴就别联系家经了,这样是找山的节奏。 不懂得怎么做看这个链接的贴子。 http.gadu.com p2639074691 四、放生,吃素是不花钱的放生。 每一天,都有无数众生被宰杀。 我们用餐时不会想到,那盘菜咬曾经也是一个生命,也有父母亲情。 在他们被杀的时候,承担着巨大的恐惧和痛苦。 放生对接色特别有帮助的。 放生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接去菜市场买两条鱼, 然后踩着自行车跑到湖边去放了。 虽然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在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会变得很平静,想和。 心里面有些事情也突然就想开了,事情也会像你想的那样去发展。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要多去生活中观察,自然就会发现放生的好处。 放生就是救那些被勤被抓,将被宰杀,命在垂危的的命, 而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救他们的命,他们感激最深,所以功德至大。 放生与其他的不一样,是救命在旦夕,随时将被宰杀的生命, 是千军一发,刻不容缓的行动,就好像是医院的急诊急救一般, 一个刹那,一个行动便可挽救成千上万无数的生命,所以功德至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未来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透过基辅行善,诚心忏悔,我们的命运可以完全改变过来。 而放生的功德最大,既直接又快速。 放生就是严寿每个人都希望长寿,放生救赎生命, 延长了无数众生的生命,也必然同时延长了自己的寿命, 这是必然不变的真理。 放生就是福善,救人一命圣造七层浮屠, 而每一条生命都是平等珍贵的, 所以救一生命,功德已无量无边, 更何况救众多生命。 放生就是积最大的福。 放生就是行最大的善,积福行善, 所有功德,莫过放生。 五,转发借色资料。 善书,整理各种借色资料。 了凡私讯。 等善书,发给把友。 我曾经就做过,每天几百人问我要资料, 我一个个发到他们邮箱。 也可以上传到网盘叫大家下载。 这两种方法最好同时做, 因为下载的贴子很少有人顶贴。 发邮箱的贴子再借色吧, 每天最少几百个人会顶贴, 问你要资料。 六,积大音德, 看到所有的公用厕所、超市、医院、 酒店、KTV等等, 墙壁上有找小姐等淫秽广告。 各种那种要的广告, 及买卖枪支等暴力器材, 严重影响社会。 环境, 容易把大家带入歧途, 更是容易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健康。 望各位看见这些广告, 尽量擦掉, 如果擦不掉, 就到超市或文具店花两元钱买只黑色的大头笔, 将广告涂黑, 随便一条淫秽广告, 一年至少被十万人看到, 大家轻轻一擦一涂, 将挽救多少生命,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因得深厚, 功德无量。 感恩各位。 在网吧, 大学院校的厕所, 公告栏等等地方贴。 借撸, 撒爱后遗症治疗。 借色, 女子借色。 把宣传单, 这个必然帮助全网吧全校人, 功德无量的。 每天扔几个漂流瓶宣传危害, 宣传贴吧。 举报黄色网站, 没有定力的不建议做。 七, 帮助拔友, 鼓励拔友, 菜鸟, 鼓励拔友, 告诉他多看精品贴子, 或者多顶精品贴子, 这样一个人看到就可以帮助一个人。 大师级别, 开帖解答问题, 这样一天一个小时基本可以解答进败问题。 大神级别, 这个时候就很厉害了, 写一篇超级精品贴就可以帮助千万人了, 这样一件善事足顶万件善事。 更高级别, 行善去恶, 永无止境, 比如佛陀, 孔子, 永远影响后世, 我们差得远呢, 像佛陀, 孔子学习, 万不可起傲慢心, 借色如溺水行舟, 不禁则破戒。 我深信因果, 你帮助无数人, 给他们方法解色, 帮助他们恢复身体, 没理由你自己的身体不好, 这是必然的因果。 我自己就是个例子, 邪淫十年症状有。 一块肉死了手术台, 开刀割过四次, 没用麻药。 失眠晚上睡不着。 视力严重下降。 颈椎病。 骨头疼。 便秘。 腹泻。 大便臭。 尿贫。 尿无力。 尿等待。 尿刺疼。 怕冷。 脚臭。 口臭。 头晕头疼。 四肢无力。 腰疼腿疼。 抑郁症。 严重疑心病。 自卑。 猥琐。 等等大家的症状我基本都有, 应该很严重了。 行善八个月左右身体恢复了巅峰。 没有吃药的, 我只做了点皮毛身体就神速恢复了。 本人不怎么爱运动每天散步一个小时, 行善, 早睡早起, 平衡三餐恢复的。 行善是主要的, 其他都是辅助的。 并且我工作家庭各方面都特别好了。 在星辰经验第一季身体恢复巅峰的体悟写过就不详书了, 孝敬父母。 行善去恶。 做到这八个字借色必然成功, 身体必然神速恢复, 行动吧。 艺体恢复。 知道。 我们下了一会。 记住。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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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